穿上黑色印花西裝 跨大步伐展現出滿滿自信 一人阿Ken日前受邀 參加台北時裝周 本土品牌時尚走秀活動 走完後自信爆棚 說自己根本就是 被主持耽誤的模特兒 有些事情你是不是到 人生比較晚才會知道 原來我應該是來展秀才會 我走錯了 還可以再長到個15公分左右 繼續往這方向邁進 坦言自己可以超國際名模邁進 阿Ken不改幽默風格 與設計師郭偉一打一唱 笑反眾人 我們全部走完之後 他有給我們最大的鼓勵 我覺得他從他的眼神當成 我覺得我們真的很棒 有了有一種 不然就是你會說 是是是 真的很棒 阿Ken建立黃金搭檔納豆 去年10月的春夏場 設計師也開玩笑說 只要安排是要組 曼國宇宙時裝秀 而提及好友的身體狀況 阿Ken則表示納豆復原的相當好 一直都在持續的關心他 那他現在的狀況恢復的蠻好的 那本來是有可能 就是在這個要來走秀之前 就差一點把我換掉 因為納豆覺得自己可以走 他現在非常靈活 因為他現在真的開始 手腳什麼 就我了解的都蠻好的 然後講話也都可以非常好的溝通 我甚至還有跟他開玩笑說 要不要下禮拜就進口 用幽默和行動力 為好兄弟納豆加油打氣 另外阿Ken也說 現在由他們年輕主持人打頭陣 接下來要帶領台哥和郭哥 等主持界大哥們 一同走進時尚圈展現首男魅力 TVBS新聞 黃管委 黃英文 周沛宇 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